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跟排序相关的 我们这个Sought命令 那这个Sought命令呢 也是我们Redis中最强大最复杂的命令之一 如果说你要使用不好呢 很容易成为我们这个性能的一个瓶颈 那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哪些问题呢 好来看一下 给你写到这儿 就写到这个Sought下面 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为了不产生我们的性能瓶颈 减少我们的这个开销 这时候呢 我们在使用Sought命令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以下这几点 第一个呢 就尽可能减少带排序建筑的一个元素的数量 因为我们这个Sought呢 它的时间这个命令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这样的 Sought命令 时间复杂度 是N加上一个M的LogM 这样的形式 N呢就表示我们要排序的列表 或者说集合 或者说有序集合中的元素的个数 N表示列表 表示要排序的列表 或者说集合中的元素的个数 而M呢表示要返回元素的个数 元素的个数 当我们的N要较大的时候呢 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Sought命令的性能就比较低了 这一点需要知道 而且呢我们Redis在排序前 会建立一个长度 为N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来存储我们带排序的这样的元素 那所以说呢 是这样一个临时的过程啊 所以说是临时的 但如果说同时进行较多的 这样一个很大数据量的排序 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性能 所以说我们第一点 在使用的时候 记住 尽可能的 减少 带排序中 键的数量 键的数量 使N尽可能的少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N 小一点 使N尽可能的 小 那第二点呢 还需要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谁 来限制我们这个 结果机的显示记录数啊 对吧 就限制我们的 显示元素 是不是可以通过Limit Limit 参数 来只获得 假如说你只想获得 前十个 排序之后的前十个 可以使用Limit参数 来只获取 或者说限制 限制 获取元素的个数 它主要做到了 使我们这个返回的 这个M要小一点 使M 尽可能小 第三点呢 如果要排序的数据量 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使用 STO参数 将我们的结果 缓存 对吧 如果有缓存结果的时候 我们先来读缓存 没有缓存结果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来排序 因为排序这个过程呢 这个如果计算量 很大的话 是比较 影响我们的性能的 所以说尽量的使用 配合上我们的 STO参数 将结果缓存 如果排序量比较小 还好 如果要排序的数据量 比较大 尽可能缓存起来 通过STO 缓存结果 这样的效果 接着你在配合上 过期时间 对吧 假如说这个结果 你要说这个 一天过期 之后呢 第二天再访问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计算也可以 那如果有缓存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来读缓存 没有缓存的话 我们再重新的进行排序 这样的效果 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性能 所以说在使用这个 SOT命令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注意这几点啊 那当然呢 那在实际开发中 我们还在具体的应用 具体来分析 如何来具体的 优化我们的这个性能 也可以 好 这是一点小知识 补充给大家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